這四個月來玩ONE PIECE的卡牌遊戲 就賺了大概... 今天的海賊王卡牌遊戲 跟大家說說這幾個月來我打比賽 大概賺到多少錢 還有說說我們香港區的一些 賽場上的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希望官方可以正視這些問題 我們直接先來講大家最關心的賺錢方面 這個遊戲分很多不同的比賽 一般常規賽我們會叫做店賽 很多店鋪都可以報名去參加 並且會有一個優勝的卡片 第一期店賽的優勝卡片就是這張Franchi 剛剛推出的時候大概$1000一張 現在又跌到$500一張 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沒那麼多人喜歡 或者是他的卡牌沒那麼容易可以下跌 我自己也有打到一張 所以我們先計算他最低價值$500 價值如果這麼低的話我都應該不會放 可能會儲一套草帽海賊團 然後入場獎其實還會有黑冬可以抽 黑冬如果你抽到的話 初期都是賣100多元 現在比較穩定的就是$100 但是如果你入場獎這個包不拆出來 都應該可以賣到$50 就違反比賽的費用 所以這裡我們就不計算他 還有一些交流賽 比較值錢的就是金當的交流賽 初期是可以賣2-300元 由於越來越多的關係 所以現在金當都只可以賣到$100多元 最賺錢最賺錢的就是旗艦戰 因為他會有一張全球限量 500張露菲隊長的卡片 最初期的時候 這張人是收1-20000元 我當初也有賣了一張 就先加$12000元 然後我後來又有再賣一張 不過那張還沒賣 所以我們先不計算 現在收多少呢 就起碼說$400元 是馬上有人收的 所以其實這張卡 如果你放得越後 理論上越值錢 因為他的量越來越少 為什麼這張卡片會這麼貴呢 就是因為他的比賽真的非常少 因為他是計算全球500張 然後有很多地區 馬來西亞、香港、台灣、日本 所以是全球一起分這個500張 所以香港可以獲得多少張 真是少之有少 第一次的旗艦戰比賽大概就有10場 然後隔了一兩個月之後 又多搞10場 所以香港大概就會有20張冠軍路費卡 當初搞第一次比賽的時候 然後又賣2萬元 然後第二次比賽出來 我自己是預期因為他的量多了 他會跌的 但是不是 誰知道這張卡是不跌反省 還要升個雙倍 所以就變成One Piece的比賽非常非常值錢 而且這個旗艦戰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如果前八強的話 就會得到這張橋巴 我已經拿到非常多張了 我自己又留了一張 這張橋巴一開始就賣2千多 因為其實比賽當中就有些人會開始放 你多人放至於價錢就會跌 打完第二輪的旗艦戰之後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已經沒有了比賽 這張卡也是再次升到11萬 或者10萬左右的日元 也是非常多的成交 所以每次比賽中的時候放卡 通常就會便宜 比賽沒有了 那些價錢就會開始升 這張橋巴我印象中 是有打到6至7張 但是真的沒有數低 所以不確定有多少張 但是有賣過的金額 我大概都有這印象 我應該是有2千2百元賣過一張 然後有一張好像是2千5百元 這兩個應該是確定的 最近3千5百元賣過一張 然後4千元賣過一張 但是4千5百元賣過我就不肯定 還是4千2百元賣過 但是由於今晚不確定 我們先計算最便宜的4千 所以4千我是有賣過兩張 加多4千下去 橋巴我們現在計算了4張 但是實際上我應該還有賣多一張 不過價錢我並不記得 所以我們先計算最便宜的 我們先加2千 然後我手上還有一張 這個我還沒計算 回到路非這個位置 如果現在這一刻 我想賣5萬元也應該會有人要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保守估計 計算最便宜最便宜 我真的很想快點放出去 我都賺夠了 可能計算4萬元 然後計算了橋巴我也賺夠了 賣便宜一點 可能賣4千元 把我手上所有東西都清掉 那只打比賽我們保守估計 我都已經是賺了這一個的價錢 並且我們開箱那裡 也買了一張紅髮的漫畫版 那裡其實還有賺7千 再加上當初其實有開到很多的異畫 我也因為價格升了之後 我是有放出去的 那羽田頭我就放了500元 大和異畫我是最初放的 所以只放到1000元 然後露菲隊長的異畫我放了900元 露菲怪異畫放了500元 蘇羅速攻那張我又放了600元 其餘放了什麼我就不太記得了 所以我們都是計算最保守的價值 然後香港有搞了世界賽的預賽 那時候那個預賽裡面 其實會有一個參賽限定才可以購買的露菲PR卡 那個位置扣成本費轉手 這裡就加3100元 所以我們最保守最保守的估計 就起碼賺了這個數 那當然這一張的旗艦路飛 我不會放4萬 說這一刻計算的話 我起碼放5萬 那如果放5萬的話 我們多加1萬 這四個月來打這個 One Piece的卡法遊戲 就賺了大概10萬元 但是這一張其實我應該是不會放的 原因就是其實當初打頭十場的旗艦賽的時候 很多人開了出來之後 我都有問他們拿相片看看是什麼號碼 有看到什麼235、237、238、239、232這些 但是未見過234 那一堆都是23幾裡面 但是未見過234 而且234是年號 通常年號的價值會比較好一點 號碼比較好一點 如果是234號 再加上我拿去鑑定的話 其實有機會上到20萬 那如果真的去到那個位置 十幾萬二十萬的話 我就會放的了 那可能會有人提出 是不是又是那些有價沒有市 那我可以告訴你 這一刻 One Piece絕對有人收 因為最近One Piece推得太厲害了 除了卡遊戲以外 遊戲 衣服鞋子 手錶 電影 你會看到很多One Piece 全部都是One Piece 再加上究竟香港之後 還有幾場旗艦戰可以打呢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相信之後 這張卡慢慢慢慢都會繼續增加它的價值 好了 講完唯一一隻 我是卡牌遊戲中賺到錢的一個遊戲 我們就來講講香港的官方 搞得有多差 首先官網會有旗艦節活動的宣傳 然後會見到一個店舖的列表 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要透過這個列表 去找究竟有哪一間會有這個比賽可以打得到 原來是有12場的 那就是上次12場 然後第二次12場 那就是香港總共現在有24場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所有的比賽 你是不會知道哪一間 什麼時候出帖子去做報名 那你以第一間的BATTLE FACE為例 它的比賽日期是10月2日的15點30分 那香港的普通常做法 就會在前幾天出帖子 你可以報名 那但是這個帖子究竟是什麼時候出呢 沒有人知道的 那所以我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每間店舖都要上他的FACEBOOK 報住他什麼時候出個預備報名的帖子 你知道了預備報名的帖子之後 你就要在報名的時候 真的要記住時間 去他的專頁報名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時間不統一 第二點厲害了 這個官方的比賽 但是可以所有的店舖的入場費用 都是不同的 我看過50元 70元 100元 沒有統一的 第三點 規則間間不同 官網其實已經有一個比賽規則 通常我們會打30分鐘 然後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們會打0123 那意思就是我們每一個玩家 會再打兩回合去做結算 但是有些店舖會跟官方 有些店舖直接打40分鐘 然後就不管其他的0123 然後當初的第一次旗艦戰 其實日本有出了一些叫書卡的東西 是要買雜誌然後裡面送的 而且這些書卡都很厲害 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但是有些店舖不可以用書卡 有些店舖可以用書卡 這個就是第三點 規矩問題 第四點就是報名的方式 一般的店舖會用Google方向給大家填 九成會這樣做 但是有一成是需要進去買他網站的入場券 然後有一成厲害了 抽的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抽那間第二次的旗艦戰 跟我說是鬥快的 玩完了 我剛才說的就是第一次旗艦戰的問題 第二次的旗艦戰就是10月份 10月份比較好 所有的比賽你會看到是50元 即是說價錢起碼統一了 但是第二次旗艦戰還差 所以在哪裏呢就是報名的方式 大概六七成都會跟之前 前幾天出個帖文 可能明天報名 出個Google方向給你填 但是有兩三成的店舖很厲害 排隊還有一個更厲害 出了事前的帖文 告訴你什麼時候開始報名 我當是12點 然後再出一個帖文 他改時間 我們不是12點報 可能是3點報名 然後怎樣呢 再改 即場 你人是天月的即場報名 你即場就可以報到 那即是怎樣 那即是自己人玩完 所以變成很多自己人 摸完的位置 就造成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還有一些店舖是怎樣呢 為了踏著一直支持的客戶 如果你在店舖買過很多東西 我們會優先給你報名 你玩完完 這個話畢都叫做官方旗艦戰 不是XX店旗艦戰 為什麼會有些是給VIP優先報名 真的好奇怪 所以第二次10月份的旗艦戰 我只能報到兩場 一場就是田方報名 另外一場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旗艦戰是有留了四個位 給你打電賽 頭四名可以補上那四個位 我特意去打他的電賽 贏了頭四名 才可以報到第二場的旗艦戰 只能打到一張橋花回來 所以大部份賺錢的 我都是第一次旗艦戰做完 第二次其實不關我的事 所以這裡是懇求 如果官方可以看到的話 真的要重新考慮 整理一下這麼重要的賽事 舉辦方式 因為其實不是做不到的 大家可以看看官網的日本魚 我們按進去旗艦戰 然後你可以發覺 都會有一個店舖的一籃 但是店舖一籃 你看到他們整理得非常清晰 所有店舖 不需要你自己上網找他的項目 叫什麼名字 我還沒說 有一個旗艦戰的店舖 你是找不到他的項目 連店舖都收拾了 所有的都寫好 什麼時候會舉辦 多少錢 然後有連結 你按在連結 他就會有一個很有系統的網站 讓你去登入 然後你去買所謂的入場券 即是買位置回來 他統一這樣做之後 你就不需要擔心 我可能無時無刻都要報他的項目 你起碼知道他什麼時候報名 這個真的很重要 即是搶都是其次 這些都是搶的 我相信 你調好的鬧鐘 到時來搶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報他的Facebook 這個真的很麻煩 最後一定是規則問題 如果官方都不限制店舖 去用一個統一規則的話 其實整件事就會很沒有規矩 就好像亂來 大家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整件事做得很噁心 就算做不到日本那種有拿報名也好 你起碼都要統一報名的方式 你不要說有些店舖是抽 有些店舖有特權 優先給某些人 規矩一定要統一 你不要這間A規矩那間B規矩 其實只要做到這兩點 就已經是非常好 你起碼整件事是公平的 為什麼第二次旗艦戰 那麼多人出聲 就是因為他的報名方式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還講漏了有些店舖可以女士優先 雖然這個我不介意 但我提供一個特別的報名方式 給大家認知 最後的最後 希望推廣一個卡牌禮儀 如果大家真的有看開一些卡牌遊戲的比賽 其實現在疫情 大家都會用一種不接觸對手卡牌的方式去對戰 例如洗完牌之後 你分幾打給對手去指 然後你怎樣去排卡牌的次序 那也可以要求對手 可能摔面拿走幾張 摔底 其實都可以用講的方式去做到 不需要碰對方的卡牌 還有希望在攻擊對手的卡牌的時候 不要再刀我 不要再刀對手那些怪了 因為你刀下去 我不知道你指甲幾長會刀個洞出來 或者你去完廁所有沒有洗手 我真的看到有人去廁所是沒有洗手的 所以大家可以用指的方式 或者用講的方式 是不需要刀下去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One Piece卡遊戲就越來越多人玩了 所以第二彈 我都希望真的可以出到一些對戰片給大家看一看 所以我所有的One Piece片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按個讚支持一下 我看到觀看數都OK了 我就會比較有心思去做一些對戰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分享給你的朋友一起看 還沒有交易下的朋友 可以按個訂閱和訂閱頻道 按鈴鐺接收直播來為影片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差不多